公公去世了三七的时候 我在那里家里跟隔壁邻居在那聊天 我说我生娃的红包 都被我老公拿给我公公了 然后后来他三姐里面的房间 听到我说这句话就冲出来骂 他说怎么可能 老爸怎么可能用你的钱 不可能的 乱说怎么怎么样 我老公也在的 然后后来我老公当时就把他 就叫他三姐赶紧离开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今天你三姐是走了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两个人肯定要大吵一架了 找个时间跟他三姐说一下 把这个事情说好了就行了 没说 他没有 无动于衷 后来我们就跪在那里 给去世的老爸烧纸钱 我就想着 今天当着三个姐姐 还有老公自己也在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然后我就说 我说老爸 我说这个钱你收好慢慢用 钱不要借给人家 也不要送给人家 然后你衣服破了 你也不需要穿了 生瓜的红包都给你了 你钱是有的 不需要那么节省 我就这么说 然后她大姐就大怒了 大姐就觉得好像 我是在说她 她大姐就大骂了起来 骂我 也骂我老公 三姐又冲着我来骂 很凶 手舞主导的 有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了 老爸怎么会有你们的钱 你的生瓜红包 怎么可能是给老爸了 就骂得很凶 而且还骂说 说老爸在你家都 两千块钱的生活费得给你的吧 好 我老公这个时候 还是无动于衷 我就指着我老公说 我说 你走出来 说句实话好不好帮忙 澄清一下 这个事实好不好 结果我老公走到我面前 瞪着我爷主着 吼我两句 他说你够了没有 你够了没有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 我就很气 我就觉得 是我老公事情没做好 当时我老公就说是我错 那天不应该说这话 但是我呢 你跟你老爸这么对我 你三姐跟大姐 这么对待你老爸 这些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 你他们怎么做都可以 我今天说句话 还要挑时间呢 按道理来说 我是应该说的 当时他讲出来 闹起来了 我就是说 意思叫他们 定下来都别吵了 别吵是最好的方法 别吵最好的方法 是把话说明白 而不是让大家 闭嘴都憋心里 我说我跟大姐 吵过好几回了 我跟大姐吵的时候 不可能在你面前吵 我跟你吵的时候 我也不可能 在大姐面前吵 为什么 很多方面 越吵的话就越弄 所以你并不是 像他所想的 你并没有维护他 是这意思吗 那肯定的 接着如果说 他就不要在这里 仿佛几百遍地盯下去 的话他回来 网上跟我说 那你以前错了 也没办法改变了 那以后一定要尊重我了 那就台阶下去了 你仿佛还跟进一步地 跟丁下去的话 那怎么解决的 如果他真的做好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然后他呢 大姐跟三姐呢 跟他一样的 个性是非常强 很强势的那种 你觉得你的个性呢 我在家里 我相对来说比较软弱 对于现在来往前说 付出多了 我现在已经无所谓 付出了 没有得到 我现在对他只有恨了 过去我还真舍不得的 叫我离婚 也不仅仅为了孩子 也为了我自己 还舍不得 如今 他如果真的今天回去 跟我离婚 我对他这个人 一点留恋都没有 这一次 姐姐们的是非不分 和管先生的袖手旁观 让周女士彻底崩溃 过去婚姻中的那些美好 和心中的不舍留恋 也在这次冲突中消失殆尽 如果以后 真的要为这段婚姻 画下句点 他只想知道 日子过成这样 究竟是谁的错 为此 张婷发起了场上投票 支持男方过错占8分 女方过错占2分的亮红灯 而支持双方过错 五五开则亮蓝灯 三比二的结果 观察员中 还是更多的人认为 夫妻双方都有问题 管先生的问题很明显 炒股仪式上 出尔反尔 独断专行 在姐姐们诋毁妻子时 也不站出来保护妻子 让妻子平白受委屈 但周女士同样也有错 委屈再多 也要分场合 不能呈现在自己的情绪里 任由情绪驾驭行为 最后才会导致冲突彻底爆发